哈喽大家好,我是Jaden 那今天呢同样的回到我们讲这个 艾可罗百里卢春里面的主要成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黑姜黄 姜黄呢很多人都有听过 不过黑姜黄相信有些人听了就是一头雾水 诶,什么东西来的呀 那黑姜黄这个东西呢 出产于在热带雨林的地带 尤其是东南亚或者是印度这一带 黑姜黄它的味道其实非常的苦 尤其是它的梗那边会更加的苦 那黑姜黄呢跟姜黄不一样 姜黄呢我们常常拿来做成一个主食物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调味料 那黑姜黄呢它比较倾向药用 而不是给你每天服用 不是拿来吃的 那么黑姜黄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第一它对抗癌有非常好的效果 黑姜黄有很多医学报告都证明了一点 就是它能够反转我们体内致癌的因子 从而达到抗癌症的一个很好很棒的效果 那黑姜黄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 帮助我们这个肺部疾病 肺部疾病就例如说我们讲肺炎啊 或者是呼吸管道有问题啊 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同时黑姜黄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物 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面自由基蠢蠢欲动 要开始改变你身体 破坏你身体之前呢 会帮你给抑制下来把它给产灭掉 那黑姜黄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抗发炎物 那怎么说发炎呢 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有细菌的侵入的话呢 这个黑姜黄它能够帮你抑制这个细菌 能够帮你给产灭这个细菌 那从何能够达到这一方面的效果 而且它能够修复你身体的机能 对于急性发炎这一方面呢 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 那它最特别的一个功效呢 就是阵痛功效 黑姜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阵痛帮手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有牙痛啊 或者是我们讲这个骨关节炎 或者是胃痛 吃黑姜黄都能够帮助你抵御这些痛 让你从而达到一个舒缓的效果 那因为黑姜黄它有这种抗癌 能够抗这个病菌 然后能够阵痛这些解决胃痛这些问题 所以变成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艾可罗选择用黑姜黄 来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料 来制造我们的 Akerro白鲤如醇果汁饮料 那么我们下期见 谢谢